大家好,说起河北的特色菜,那当属苏鱼了 今天分享婆婆传承了三代人的河北苏鱼 这样做鱼骨鱼刺都能吃,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是在市场上买的鲜活的鲤鱼 做苏鱼要用鲜鱼,这样做出来没有腥味 清理鱼的过程就没有拍了,现在已经清理干净了 准备做苏鱼的小料 一把花椒,一把八角 一根大葱切断,一块生姜切片 一大把蒜拌 这些小料都准备好兼备用 锅里倒入食用油 油微热的时候放入一大把冰糖 用小火慢慢地把冰糖炒融化 炒糖色,火一定不要太大了,也要勤搅拌 以免一不小心把冰糖炒糊了 炒至糖色,枣红色,上面有微小的小气泡 这样就可以了,现在把花椒大料下入锅中 紧接着把蒜拌大葱都下入锅中炒香 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食盐 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食盐 今天有四条鲤鱼,放了三勺食盐 用勺子翻炒几下 把剩下的姜片下入锅中 接下来倒入清水 倒入一大勺陈醋 一勺老抽上色 搅拌均匀 盖盖开大火烧开 另外鱼肚子里面也要塞上两块姜片 这样也可以去腥增香 水开之后把鱼下入锅中 鱼有点飘 可以用勺子向下按压一下 继续盖盖开大火烧开 锅里烧开之后 就可以转成小火把鲤鱼慢炖六个小时 这个是炖制了六个小时的鲤鱼 看的这个鲤鱼就馋了 酥鱼一定要小火慢炖 量出来的酥鱼才更入味 鱼骨鱼刺才更酥软 鱼肉吃着软糯鲜香 好啦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吧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谢谢支持